针对这一讲 无怨无悔呢 我特别选了老师寡爱明月的362讲 362讲一起对照做学习 一起对照做学习 好请播放 好我们接着往下听 那么下面是适量页元 适量是适量论 适量是适量论 下面有两句话 避方便声音不限 避难宣 适量论当中 实际上一个技职四具 四具的一个技职 据避脆苦骨 勤修诸方便 避方便声音不限 避难宣 真正的菩萨 具有悲性的菩萨 为了帮助自他一切人 吹佛这个烦恼痛苦的关系 他要勤学勤修 种种种正确的方法 正确的方法 那么你要学这个方法 为什么呀 因为你必须要学了以后 你才能够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 才能够启发他们 让他们了解 如乎学习 就这样 所以这个 启发他们认识佛法的 这个种种的道理 这个语音 这个方法 如果是你自己本身不了解的话 你没有办法说得清楚 因为这种道理 这种道理 是很不容易懂的 这个道理 不是我们眼前看得见的 那么什么道理呢 我告诉你 这个是苦 这个苦很勉强 可以 经过了说明眼前可以体会得到 所以这个是结 这苦的原因 那下我们就看不见了 那下我们看不见了 它不是眼前的 所以这个不羡被难掀了 就是这个东西 很难体会得到的 是业感缘起 大家都在这说 或者是因果报应 所以当这个因 怎么感到这个果呀 这个业又怎么样的 产生这个果呀 这个不是眼前哪 看得见的东西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要帮助别人 你非自己要亲自的体会得到 眼前当下认识 在这种状态之下 你就没有办法说得清楚 没办法说得清楚 这样 所以修学复发的种种 这个方面 升起修学复发的 种种方面的认识也好 然后道理也好 这个就是它的因啊 这个因很深细 普通啊 看不见 也说不明白 一直要等到你自己啊 有了正确的认识 亲自体验 宪政了 你才能够说得清楚 所以叫 不宪 比男宣 各位请大家先背一下 《适量论》的这四句 具备催苦固 勤修诸方便 比方便声音 不限比男宣 书在这段的讲解中说 他要勤学 他指谁 真正的菩萨 勤学什么 吹拂自他烦恼痛苦的方法 为什么一定要学习 因为自他痛苦 如果不吹拂痛苦 也谈不到帮忙别人 如果不帮忙一切有情 不明为菩萨 为什么要勤学 因为自己本身不了解的话 就没办法说清楚 比方便声音 不限比男宣 那了解什么呢 了解苦乐 以及苦乐的原因 师父说 这个不是眼前看得见的东西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要帮助别人 你非自己要亲自的体会得到 眼前当下认识 师父说 修学佛法的种种方便 认识他以后 才能够说得清楚 师父又说 所以这个不限比男宣 这个东西很难体会得到的 是夜感缘起 大家都在这说 或者是因果报应 可是他 这个因 怎么感的这个果 这个业 又怎么样的产生这个果 在这里边呢 提到了夜感缘起 和因果报应 这是佛教一个很深的真理 透过勤学勤修 才能够了解这个方便 为他人宣说 完成 催浮自他苦因及苦果的使命 那么我们看的第一个笔 笔方便声音的笔 第一个笔呢 指方便所生 就是自己已经正得了解的东西 用词对他人宣说正得经论的内涵 叫方便 为人宣说是方便所生 自己了解就是为人宣说的因 所以第一个笔字是指方便所生 就是为人宣说 这个要依赖于方便 方便什么 文思 没有文思就不可能 会为他人宣说 那么不限笔 南宣这个第二个笔 指的是方便生音 什么是方便所生的因呢 思家合著里面有解释说 方便所生的因 指的就是方便 本身 那么什么是方便 就是前面所说的 自己了解了意涵 自己了解了什么意涵 所有声闻 读觉 菩萨三乘经论的内涵 凡有所说 必须先了解经论 自己不了解 就不能为他人宣说 所以 不限笔南宣的意思 就是下面宗大师说的 自若未能如实决定 不能宣说 开示他故 意思就是说 自己如果 不能真正的了解意涵 就无法为他人宣说 开示 自己如果不能如实的了知经论 不管是哪一部经论 也都没有能力 为他人宣说 那么回到开始 勤学什么 佛菩萨的经论 对不对 真正的菩萨 应该勤学经论 善调经论 因为经论里 才有佛陀所宣说的 催灭苦因和苦果的 清净方法 闻思了解这样的方法 宣说这样的方法 实践这样的方法 闻思经论 宣说经论 实修经论 才是具悲心的人 最应该做的 为此 才是催灭 苦因和苦果的 康庄大道 今天再来读到 适量论的这个记者 以及师父的解释 觉得比很多年前 看到这个记者 和看到师父的 这段解释的时候 我的感动又变得更深 然后会想到说 万一没有这样的道 我们想要去催灭 自他的苦因和苦果 可怎么办 我们要成为那个拓荒者 再去找一条路 可是如果凭借自己的力量 去找一条路的话 那就是佛陀走的路啊 就是怎么能够 这么多这么多的 学问之中 完全从内心开始 然后去找答案 而且最后彻底走成功 然后说法 49年 讲了这么多的教典 然后还有这么多顶级精彩的 菩萨祖师 他们解释佛陀 留下了这么多论点 所以对我们 这些后来的人来说 我们想要 吹福自他的苦因和苦果 这件事 就变得有路可以走 有教典可以依靠 有这些大教典可以学 还有甚至是可以问 对我们来说呢 虽然教典也不是很好学 但至少不是 每一步都缺氧 每一步都是攀绝壁的感觉 因为已经有祖师在前面 后面也有 然后佛陀已经走完了这条路 所以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 就会觉得 适量论的这个几次 好像在讲皈依 如果我们没有去内心中 皈依佛 皈依佛所说的法 在皈依这些主办 实际上我们也没法去走完 想要吹福自他 苦因和苦果的这条路 所以说适量论 是完全能够激起 我们内心中的信心 如果我们的心是一个海的话 它完全是可以让我们 这个心海波涛汹涌的 会陷进那种 对佛菩萨的强烈的感性 就是幸亏你指出了这条路 幸亏你走通了这条路 你留下了这么多的教典 给我们这些后来 想要走同样的路的弟子们学 所以真的真的很感恩佛陀 也很感恩这些祖师 也非常非常的感恩师父 能给我们讲 这真是难可治愈啊 你们认为呢 好在刚才无怨无悔的开示里面 老师说 在拜佛的时候 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 是什么状态 说累得太过头了 每个人虽然状况不一样 但这肯定是 对于礼敬佛陀这样一个修行的正念 定解不够 因为你在礼敬佛陀啊 好那这个批语我刚刚讲过了 就拜佛拜到觉得很烦很无聊 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觉得很累很辛苦的时候 代表你已经忘记 你在礼敬那个 一切功德出身的生源佛陀了这样 好就这样礼拜佛陀一下 尤其是大礼拜 你身体所覆盖的面积往下 一直到金刚地基的微层数 成一千倍 那一拜的福报就可以让你当那个微层数 一千倍的转人王的次数 这么大的福报 所以我刚才讲一个 其实是很不相称的辟语 我说你在挖钻石 挖钻石怎么会说累无聊空虚呢 好那这个礼佛的这个利益 远比挖钻石要大 后面呢 在广海明月老师有一段开示说 可不可以请大家先背一下 适量论这四句 拒杯催苦顾勤修诸方便 比方便声音不限比南轩 马上背一下 拒杯催苦顾勤修诸方便 比方便声音不限比南轩 再背一次啊 拒杯催苦顾勤修诸方便 比方便声音不限比南轩 背第三遍最后一遍 拒杯催苦顾勤修诸方便 比方便声音不限比南轩 好不知道意思没关系 然后师父下面会解释 但老师也希望大家背下来嘛 好先看师父的解释 师父在这一段的讲解中说 他要勤学他指谁 真正的菩萨 勤学什么 吹拂自他烦恼痛苦的方法 为什么一定要学习 因为自他痛苦 如果不吹拂痛苦 也谈不到帮忙别人 如果不帮忙一切友情 不明为菩萨 为什么要勤学 因为自己本身不了解的话 就没有办法说清楚 比方便声音不限比南轩 那了解什么呢 了解苦乐以及苦乐的原因 师父说 这个不是眼前看得见的东西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要帮助别人 你非自己要亲自体会得到 眼前当下认识 师父说 修学佛法的种种方便 认识他以后 才能够说得清楚 假设你们有人会好奇 我猜猜可能 这个好奇的人不会很多 可能是听我讲完之后 你才开始好奇 会不会有人在想说 法师你引这一段 光也明月的开示 跟上面那一段 无缘无悔的关系是什么 如果你肯这样稍微想一下 我倒是蛮恭喜你的 那后面会解释 老师会解释 我也会简单的说一下 先讲那四句记 聚杯吹苦固 勤修诸方便 比方便声音不限 比南轩啊 就是真正的菩萨 他一定要 勤学 好 那个能够吹拂 自他烦恼痛苦的 方便方法 然后师父还特别问 为什么一定要勤学呢 因为自他痛苦 如果你不吹拂痛苦 你谈不上帮忙别人 那如果你不帮忙别人 就不叫菩萨 那你既然叫菩萨 你就一定要勤学 吹拂自他痛苦的方便 然后为什么要勤学呢 下面还讲一个原因 就是 因为自己本身不了解的话呢 你就没办法说清楚 没办法说清楚 人家就不知道怎么做 所以你一定要 亲身的了解 很彻底的了解 你才能够引导别人怎么去做 其实这个应该有感觉吧 好 假设你是一个 我先讲过这个屁股 假设你是一个 只有吃过糖 没有吃过蜂蜜的人 你听人家讲 蜂蜜很好喝 然后蜂蜜跟糖一样是甜的 你自己没有这个经验 然后你在那边劝人说 蜂蜜很好喝 你要喝蜂蜜 人家问你蜂蜜怎么好喝 你就只能说 蜂蜜藏起来跟糖一样 就这样 你自己也没喝过蜂蜜 所以你这个劝 还有引导就不会有什么力量 那么是不是说 了解了苦乐的原因呢 这个不是眼前看得见的东西 因为决定我们生命的苦乐 是业果嘛 对不对 这个业果的内涵 的确不是用眼前可以看得见的 如果我们眼前就可以看得见 这个离苦得乐的秘密 业果的话 那大家都不用修行 轮回的凡夫都离苦得乐了嘛 之所以在轮回里面那么痛苦 就是因为 看不见这个业果 真正的苦乐的因 所以呢 是不是说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你要帮助别人 你非要自己亲自体会得到 眼前当下认识 修学佛法的种种方便 你认识它以后 才能够说清楚 你说这一段 跟前面的无怨无悔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在礼尽佛陀啊 佛陀就是一路这样走上来的 聚杯吹苦苦 勤修诸方便 笔方便声音 不限笔南宣 他到最后功德圆满 他到最后有这么多圆满的方法 帮助众生 每一个方法 每一句法 都是他辛辛苦苦的 学来的 修来的 乃至于无量解舍 头目脑水 换来的 所以老师在后面的开始有讲嘛 说 适量认这个寄生会让我们 意念到佛陀的功德跟恩德 他就是这样子走过来的 好 后面老师说 在无愿会里面老师说 礼尽佛陀辛苦吗 辛苦那愿意吗 就不愿意 不愿意是为什么 因为我的身体啊 我贪爱我的身体 想把它弄得舒舒服服的 我认为让我的身体不要疼 不要这么摧残它 我就能够得到安乐 还是那样一个非常贪爱身体的原因 让我们舍不得这个身体修行 是这样吗 每个人可以去找 你发现一通就不想干了 就是想要贪爱这个身体 可是这个身体如果能贪爱到永久 我们也不用这么辛苦 出家修行 昼夜的要互戒律 也不用这样了 好 所以人就是这么想不开 一直贪爱这个身体 可是明明这个身体会坏 好 那这边稍微再想仔细一点 那为什么明明看到别人的身体会坏 自己的身体迟早也会坏 但是为什么还是一直那么贪爱眼前的身体呢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长直 因为长直 因为 你只要圆到这个身体 你心里自然就有这种感受 这个身体是有自信的 既然有自信呢 它就是不变的 不会坏的 它本来就是如此这样 我们不是有自信值吗 自信值圆到一切法 一切境界都会觉得 这个法 这个境界是有自信的 圆到自己的身体 也是觉得它是有自信的 有自信的意思就是说 它同志方成立 你本来就是如此 有实质不变的本质嘛 然后既然它有实质不变的本质 潜意识里面你就觉得它不会坏的 既然它不会坏 你就很值得在它身上投资嘛 对不对 听得懂意思吗 如果你今天觉得这个大别墅是你永远都可以拥有的 你就一天到晚想怎么把它再装潢 家具再多买 让自己在里面住的再怎么舒服嘛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知道说 哦 对不起 这个 有些国家没有私有土地的啊 那个什么土地五十年二十年 一百年之后就要被政府重新征收回去啊 我就曾经亲眼在一个国家看过这样的例子啊 那是一个 那个什么 很大的一个俱乐部啊 里面有什么球场啊 高尔夫球场什么 结果呢 我后来才知道 明年 明年他们的土地就已经起满了 就要被政府征收回去了这样 所以那个上面的东西 他自己没办法搬走 那就全部都送政府了这样 好 那除非他愿意花更高的价钱 再重新把那个土地 再买后面五十年的权利这样 但显然他们不太愿意 可能嫌价钱高吧 好 那时候就看 哇 那一大片 运动场啊 什么餐厅啊 什么什么 哦 对不起了 那就 全部就要白白送人了这样 所以我例如说 身体也是一样 你把它当成是一个永远都属于你的房子 你当然会在里面一直想装潢啊 添家具啊这样 可是 明明就不是 好 不到一百年就要全部都归还 那你还在里面放那么多东西干嘛呢 这就是我们看不清楚的地方 我们刚刚有说 你仔细分析 那看不清楚的核心原因就是长直 执着这个身不会坏 事实上这不合 不合正理 连一个凡夫的观察都 都不符顺 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常常 清静三人听闻正法 用清晰的理智去对峙我们这种 被感受北部的无观察事 后面老师就说 可是这个身体如果能够太爱到永久 我们也不用这样辛苦的出家修行 咒业的要互戒律也不用这样了 都说狭满人生的 得到狭满人生的三个因 最重要是禁戒为根本 你透过持戒你才能够一生又一生 得到这个越来越殊胜的所一生 让我们真的快速能够趋向于成佛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出家持戒的理由 后面在广海明远里边老师说 师父又说 所以这个不限比难宣 这个东西很难体会得到的 是业感缘起 大家都在这儿说 或者是因果报应 可是他这个因怎么感的这个果 这个业又怎么样的产生这个果 在这里边提到了业感缘起和因果报应 这是佛教一个很深的道理 透过勤学勤修 才能够了解这个方便 为他宣说 完成吹服至他苦因及苦果的使命 其实就是刚刚讲的 这个不限比难宣 是因为那个生命离苦得乐的 那个真正的原因 那个业果 业感缘起的道理呢 它是很难理解的 是一个很深的道理 你要透过勤修勤学 亲自正宴 你才能够把它用在自己的身上 也引导众生 用到他的身上去解决问题 而且呢 我觉得业果里面 很重要的两个部分 以前跟大家讲过嘛 一个是如是因如是果的道理 就是善业决定乐果 恶业决定苦果 然后这个是确定的没有错 可是业果里面还有一个 我甚至认为是更重要的部分 就是聚立业门的部分 聚立业门的部分就是 这些特殊的造业的条件 特殊的造业的对象 你只要花少少的力量 就会产生很强大的业力 对于我们凡夫 尤其是五着二次的凡夫 你要翻转你无限生命的命运 你要能够帮助到很多众生 这个倚靠这个聚立业门的力量 就特别重要 可是那个聚立业门的力量 它的功德 它的作用就是完全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 你这个一定要勤修勤学 好 深刻的按照教点去闻师修 你才能够对那个聚立业门的力量 了解得越来越深广 就真的能够借由那个聚立业门的力量呢 少力极多生死成好 用很少的力量就帮助自他利谷得乐 所以我一直觉得广论甚至中大师教法就有这个特色 就是教人怎么善巧的去 学习运用这个聚立业门的力量 因为这个就是帮助大家在最恶劣的时代 能够快速扭转命运的关键 后面呢 在光海民运里面 老师做了一个比较仔细的解释 那么我们看第一个比 比方便声音的比 第一个比指方便所声 就是自己已经正得了解的东西 用此对他人宣说 正得经论的内涵叫方便 为人宣说是方便所声 自己了解就是为人宣说的因 所以第一个比指的是方便所声 就是为人宣说 这个要依赖于方便 方便是什么 文思啊 没有文思就不可能为他人宣说 那么不限比难宣 这个第二个比指的是方便声音 什么是方便所声音 四交合著里面有解释说 方便所声的音 指的就是方便本身 那么什么是方便 就是前面所说的 自己了解的意涵 自己了解了什么意涵 所有声文读觉菩萨三圣经论的内涵 凡有所说 必须先了解经论 自己不了解 就不能为他人宣说 所以不限比难宣的意思 就是下面宗大师说的 自若未能如实决定 不能宣说开示他故 意思就是说 自己如果不能真正的了解意涵 就无法为他人宣说开示 自己如果不能如实的了知经论 不管是哪一部经论 也都没有能力为他宣说 好所以这一段里面 那个要背的记送 具备吹骨骨 勤修诸方便 比方便声音 不限比难宣嘛 里面出现两个比 两个比的意思不一样 老师有做很仔细的解释 第一个比 就是方便所声 方便呢 就是自己 已经正得了解的经论的内涵 方便所声 就是方便所出声的果的意思 就是你自己了解经论之后呢 那个方便所声 方便所出声的果是什么呢 就是可以为他人如实宣说 反过来讲 你可以为他人如实宣说的因是什么 就是前面的方便 就是你要了解经论的内涵 所以那个比方便声音的比 就是方便所声的意思 然后不限比难宣的比 那个比 老师说是方便声音 其实呢 方便声音 什么是方便所声的因呢 不会很难 方便所声是方便的果 对不对 方便的果的因是什么 就是方便 再说一遍啊 方便所声就是方便的果 对不对 方便的果的因是什么 就是方便 不就是吗 好 所以呢 第二个比指的是方便所声的因 方便所声的因 指的就是方便本身 什么是方便呢 就是前面讲的 自己所了解的 所有声闻读觉菩萨 三圣经论的内涵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靠 佛菩萨讲的这些 正确的经论的内涵 这里边的方法 才能够帮助自他利苦得乐嘛 所以才会说 凡有所说 必须先了解经论 如果你自己不了解 就不能为他人宣说 所以不限比难宣的意思 就中大师讲的 自若未能如实决定 不能宣说 开示他故 好 所以不管是哪一部经论 自己要如实的 得到这个真正的 正确的了解 定解 你才能够 善巧的让别人也听懂 也能用得上 后面呢 在无缘无悔里面 老师就特别说 狭满人生 把它当成一个如意宝 也有人说 这是我们花了很贵重的金子 买来的一个仆人 所以你一定要 意使他做善业 你不能听他摆布 就是 得到这个狭满人生 很不容易 过去生一定要勤苦修行 才会得到这个狭满人生 不但是 人 而且呢 生中 生在这个 有四种游行的 这个中土 然后能够遇到佛法 能够修行 对佛法有信心 这种种好条件都汇聚 其实这个要过去生 很认真的修行 所以说狭满三一 境界为根本 无垢敬怨 失等住半 这个时候你才能够 确定得到圆满的狭满人生 你过去生花了这么多辛苦 换来这个狭满人生呢 好像是花了很贵重的金子 买来的一个仆人 你一定要意使他做善业 而不能听他的摆布 就随便听自己身体的摆布 那就很可惜 那个身体的感受一定是无名所设的嘛 对于没有修行的人来讲 身体的感受一定是无名所设的 一定是业果于 跟真实异于所设的 那一定会长期让我们现在轮回里面 尤其是长期现在恶业当中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意思就是说 过去生日花了很大的辛苦 才得到这个狭满人生的 尤其是遇到中大士教法 遇到圣圣伯扰的教法 那过去生花的辛苦 更是不在话下 这个时候一定要好好的 让现在得到这个殊胜想满人生 能够真正的为自己为众生 做出正确的事情 所以在后面的广海明月老师说 那么回到开始 勤学什么 佛菩萨的经论对不对 真正的菩萨应该勤学经论 善巧经论 因为经论里才有佛陀所宣说的 催灭苦因和苦果的清净方法 文思了解这样的方法 宣说这样的方法 实践这样的方法 文思经论 宣说经论 实修经论 才是具悲心的人 最应该做的 为此才是 催灭苦因和苦果的 康庄大道 这就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狭满人生怎么善用 要勤学能够正确 离苦得乐的方法 这个正确离苦得乐的方法 从哪里来 一定是在佛菩萨所宣说的法 所宣说的经论里面 所以老实说 文思经论 宣说经论 实修经论 才是具悲心 想要解除自他痛苦的人 最应该做的事情 为此才是 催灭苦因和苦果的 康庄大道 这个才是我们应该 让我们那个 万经换来的仆人 狭满人生该走的路 下面呢 老师那两段 在广海明月里面的结论 其实是非常精彩 所以我也很荣幸 再帮大家念一遍 那大家再仔细地去 一边听一边 仔细地体会一下 老实说 今天再来读到 《适量论》这个祭子 以及师父的解释 觉得比很多年前看到这个祭子 而看到师父的这一段解释的时候 我的感动有变得更深 然后会想到万一没有这样的道 我们想要去催灭 自他的苦因和苦果 可怎么办 我们要成为那个 开拓者再去找一条路 可是如果凭借自己的力量 去找一条路的话 那就是佛头走的路啊 怎么能够在这么多 这么多的学问之中 完全从内心开始 然后去找答案 而且最后彻底走成功 然后说法49年 讲了这么多教点 然后还有这么多顶级精彩的菩萨祖师 他们解释佛陀留下了这么多论点 所以对于我们这些后来的人来说 我们想要吹拂自他的苦因和苦果这件事 就变得有路可以走 有教点可以依靠 有这些大教点可以学 还有善知识可以问 对我们来说 虽然教点也不是很好学 但至少不是每一步都缺氧 每一步都是攀绝壁的感觉 因为已经有祖师在前边 后面也有 佛头已经走完这条路 意思就是说 如果没有佛头走在前面 我们今天想要催灭自他的痛苦 要完全自己开出一条路 然后还要从千百条路当中 自己找到这条正确的 完全从内心开始 而且最后能走成功的路 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没有走成功的佛头 在前面引导我们的话 所以呢 其实有的时候你可以反过来讲 学佛就像老师讲的 这个教点不是很好学 尤其学五大论 学广论 大家都觉得不是很好学 要彻底了解不是容易的事情 就是因为教点不是很好学 你会不会反过来想 这个唯一正确的方法 它就已经这么不好学了 如果当初没有这条路 叫我自己去摸索 那我什么时候才可能摸得出来 反而你应该更庆幸 现在有教点可以学 后面呢 老实说 所以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适量论的这个剂子 好像是在讲皈依 如果我们没有去内心中 皈依佛 皈依佛所说的法 在皈依这些著办 实际上我们也没法走完 想要吹拂自他苦因和苦果的这条路 所以适量论是完全能够激起我们心中的信心 如果我们的心是一个海的话 它完全是可以让我们这个心海波涛汹涌的 会陷起那种对佛菩萨的强烈感恩心 幸亏您指出了这条路 幸亏您走通了这条路 您留下了这么多教点 给我们这些后来想要走同样的路的弟子们学 所以真的真的很感恩佛陀 也很感恩这些祖师 也非常非常的感恩师父能够给我们讲 这真是难可执欲啊 你们认为呢 所以老师说适量论的这个祭颂 再背一遍 聚杯吹苦固 勤修诸方便 笔方便声音不限笔南宣 是在讲皈依 好就是 如果没有皈依佛跟佛所说的法 还有没有皈依身 作为修行著办的话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催灭自他的痛苦 然后过去佛菩萨祖师 他们把这条美好的路给我们 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 亲身经历了这种 勤修苦学 亲自正宴的过程 而且我们说过 那求宝的过程当中 舍头木脑谁啊 忍饥哀恶受苦啊 流血流汗啊 那一定是非常多的 所以今天学的时候 我们绝对不容易学 但是要想到说 如果没有这些已经 送到我们眼前的路呢 我们自己要去摸索 就变得更不可能 而且呢 我们所学的 每一个部分 其实都是佛菩萨祖师 他们用头目脑谁 用他们点点滴滴 在修行的时候 流血流汗的 这样子的辛苦历程 换来的这样 所以我也觉得说 这个祭送真的是在讲皈依 这之后回到 无缘无悔的原文 老师才会说 你觉得你已经累到 不知道怎么样的时候 其实是失去了一种正念 什么样的正念呢 你忘记自己正在礼拜那个 具备吹苦苦 勤修诸方便 比方便 声音不限 比南宣 多生多结 为我们勤苦修行 而成就的佛陀 忘记自己正在礼拜佛陀 所以后面老子讲 真的真的很感恩佛陀 也很感恩这些祖师 也非常非常的感恩 师父能够跟我们讲 这真是难可殖遇啊 你们认为呢 尤其是师父当初在汉地 没有人认识宗大师 没有人认识宗大师教法的时候 师父可以这样子坚持弘扬 坚持把这个僧团建立起来 坚持把五大论学制传承下来 好 所以仁波切 哈佛讲洛切仁波切 世交合图入门的讲授者 他也特别说过 师父这一生事线没有怎么学藏文 也没有怎么学五大论 可是却对大师教法有这种无比的信心 而且坚持一定要建立这样的僧团 把大师教法在汉地这样传承下来 所以 每一次仁波切提到这一点的时候 都会双手合十 然后 非常虔诚的说 常师父绝对不是普通人 请问一位 请问一位 您就能理解 您 您 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